好 哈囉 各位好 歡迎來到這一場 其實叫做 Infrastructure Review 為什麼叫 Infrastructure Review 我覺得可以提一下 然後大家應該也是第一次 在Cost Cup看到 這一個很奇妙的議程 那就由我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 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以及這場議程 到底想要讓大家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等等 會怎麼開始進行這些東西 那我是今年的總督之一 我是Danny 那今天 Infrastructure Review的概念 其實是從 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 這一個Conference超過來的 算借鑑過來的 那因為去過這一場Conference 然後他們有這樣的一個 時段的安排 我們覺得其實概念還不錯 那我們就把它借鑑過來 那因為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 他們都會在實際現場 架自己的Wi-Fi 架自己的基地台 你有自己的4G網路 然後可以實際打電話 打國際電話出去 等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那很精彩的內容 都在這樣的議程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也覺得說 其實大家參與Cost Cup這兩天 對各位來說 或許就只是走進教室 去聽一場議程 然後很理所當然的回家 我打開應該有直播可以看 對各位來說打開網頁 我理所當然的我要看到議程表 今天有什麼議程 有什麼資訊 我應該就是打開我活動網站都看得到 但其實在這過程中 是由許多志工 付出自己上班時間偷出來的薪水 製作的頁面 製作的各種事情 然後做了各種各種東西 那過程當中也是有些有趣的故事 跟有趣的製作方法或思維 或許是可以給大家知道 然後可以借鑑 然後或許能夠對你的產品 在做的事情 能夠有些想法 或是鼓勵大家能夠 運用在自己的活動裡面 又或者是 你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很有趣 你也想加入造Cost Cup 又或者是你覺得 Cost Cup 你這做法太弱了吧 我的方法更好 歡迎告訴我 告訴我們 你覺得該怎麼做 然後你行你來 對 就由你來告訴我 我們該怎麼做 或者是很多Source Code都在那邊 你就發個PR來 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對 就是歡迎加入討論 Cost Cup 是一個很開放的社群 那大家都可以加入參與 貢獻跟討論 好 那接著就由總召組 求於來開始 總召組部分 告訴大家總召組 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大家好 我是今天總召之一 秋雨 然後我現在有點緊張 然後我其實就準備一夜的簡報 本來這個 Infrastructure Review 我要講一下 它是中午的時候才被 就是告知大家說 就是每一組的組長都要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以為就是大家可能 都只會做一夜簡報 所以我就真的只做了一夜簡報 結果我後來發現大家都做超多超漂亮的 所以就簽贊吧 那我想介紹的是關於 就是最近就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像是去年 因為政府頒發了三級警戒 所以我們就不能做實體的議程 然後就全部轉線上 那因為去年就是有很多人都反映說 線上的議程 就是沒有什麼實際的互動感覺 不會有像現場的互動感那麼強 所以今年就是年初的時候 就已經決議說就是我今年就是要頒實體的議程 但是就是每一個月這樣一個月過去 就是會很擔心說政府會不會又突然 從就是一二級警戒又突然升三級這樣子 所以就當五月的時候 聽到政府取消實聯制 就是簡訊實聯制的時候 我就超驚訝 居然取消了 就是不是代表說就是實體的議程 已經確定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 然後不久就變種病毒就進入台灣了 然後確診人數就增加了 也一直在擔心說 那接下來會不會又像去年一樣突然升三級這樣 然後之後就是 就是隨著政府的東西一直演進 就是好不容易才撐到現在 就是非常感謝大家今天實體來參加我們的會議 然後也感謝就是如果有人沒有辦法實體來參加我們的會議也願意來看那個直播的部分 謝謝大家 然後下面行政 講那麼快 講那麼快 好的 那個我剛剛叫球儀講久一點 他竟然講那麼快 好 那個一樣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行政組呢就是 我先講第一個志工服務平台 這個在2020年就誕生了 所以我們今年是run了第三 對 0是開頭 012 所以我們run了第三年 然後 我們的需要開頭是0 然後 今年呢 終於那個開發者友善環境 就是你可以在local 就直接run起這個project 那他的技術就是大顆compose 用大顆compose去幫你把基本的環區架起來 你就可以在local上面開發 然後呢 歡迎大家可以去貢獻 那 你已經 我們其實就是 就是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有把整個code base 全部都改掉 然後因為我們底層的code base 用python python用pep8 oppo pep全部都改 然後也有type hint 全部都下去了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所有的 我們就是 就是追到 python3最新 3.10的版本去 去寫python這個code base 好 所以你可以去看 那接下來是 療癒自己 這是今年新的 那接下來這個數字就是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大概這兩天 四個課程 大概參與的人次是這樣 那大家 按摩小 按摩小站實在人太多 都到我們數不出了 所以就是我們忘記去收集數據了 然後大概就是人很多 那他們也跟我們大概講一下 就是幾乎都是在排隊的狀態 那紅酒瑜加哥 冥想正念呢 這個是因為大家可能 大家還不太 可能 就是還沒有辦法 就是跳動得太快 還沒有嘗試 還沒有 就沒有引起匯眾去嘗試 那我們希望我們今年再 明年再多做努力 那今年 參與的 匯眾有給我們很好的feedback 所以我們希望 明年再好好利用它 給我們的建議再去做 再加強這一塊這樣 好 那電子報訂閱 我猜如果你有訂閱電子報 或是你有加入 資工服務平台的話 你一定在這個 尤其是七月份之後 開始 可能每一個禮拜 都一直在收電子報 Costecopper紀念的信 好 我先講 簡單講技術 我們今年 從去年開始就有嘗試 希望可以讓你的電子報 是直接寄到你的inbox裡面 不是跳到你的 那個promotion那一塊去 那我們有做一些 技術上的嘗試 如果你對電子報的信 還留著的話 請你打開 看它的open source的那一塊 有一些很奇妙的東西在裡面 但我就不講 你有興趣自己去研究 好 就這樣 好 再講一些我們困難的點 前夜派對 禮拜五 兩百 大約兩百多人到場 那我們今年就是 我覺得我們的 一些目標有達成 但唯一的缺點就是下雨天的問題 那下雨天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希望明年 開始能夠去找 不是希望明年 是應該從現在開始去找 到明年為止 就要找到一個可以自由聊天 喝酒的空間 自由聊天吃飯喝酒的空間 大概就這樣子 就是這個簡單的條件 那如果你在大台北地區 有一個不錯的地方 可以跟我們講 好 另外一個困難點是制空平台 制空平台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找 帶領我們完成專案的規劃 其實我們的工程師不太缺 但是還是希望你來貢獻 不是說就沒有 但還是有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到困難就是 不知道哪些功能該開發 或是功能該開發到哪種程度 是可以解決到我們現在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會 針對這一屆的制空 去使用平台後的問題做一些收集 那我們可能從 9月份之後開始 就針對這些問題去做解決 所以希望能夠有一個很好的規劃 那我們覺得我們還是要 大家平常可能在工作上面的工作團隊 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希望在這個平台 也是長這個樣子的團隊去做這個開發 好 那今年的聊天市值 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的feedback 行政組就到這樣 接下來是我私人的 如果你是從新加坡來的 請你會後跟我聯絡一下 我有急事找你 因為我在尋一個人 但是我們忘記他的名字是誰 當然我們曾經在電梯遇見過 不是遇見我是遇見的叔叔 叔叔忘記他的名字是誰 但是希望你 如果還留在會場的話 趕快跟我聯絡一下 有急事要找你 好 就這樣 謝謝 好 喂 嘿 哈囉 不知道大家這兩天就是逛得愉快嗎 那我們這次安排了 30個不同主題的議程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可以 找到屬於自己的議程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好奇說 我們CostCover到底是決定 怎麼決定我們今年要有哪些的主題呢 那其實從最近幾屆開始 我們就已經走了一種 就叫社群議程的機制 也就是說這些議程 並不是我們全部決定的 甚至連這些 就是投稿的講者 錄取與否 我們都是和這些社群一起合作 那來帶來各種不一樣的主題 那我們每年就是可以 利用CostCover的場合 讓這些不同的社群 聚在一起去做一些交流 那平常的話這些社群 也是都可以有自己的MID 去延續這種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這種感覺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是有一些大會議程組這邊 自己安排的主題 那以前我們是叫他自辦鬼 那我今年是更強調他的性質 所以我們就多了一個 育成的名字在上面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希望可以做一個Track的Incubator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些軌 就是把它在我們覺得值得推動的一些 開放文化或開源的主題 在我們CostCover這邊 透過我們議程組這邊推動的方式 就是讓這些主題的有興趣的人可以聚在一起 那我們希望說 包括教育設計 所以AI 然後OpenWorldTuber或職業這些主題 可以有 如果你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或者是你已經在辦這方面的MIDR的話 可以跟我們接洽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這些軌之後 就是可以不用由我們大會這邊推動 而是可以 就是像前面看到的社群一樣 去形成一個社群 那除了每年去參加我們CostCover的社群過以外 它這些主題的有興趣的人 平常也可以聚在一起去討論這些 跟開放文化有關的議題 那除此之外 我們今年重回實體 那很感謝大家 就是我們今年達到了344個投稿數 那是比近幾年都還是再多了一點 那我們當然希望明年可以再更進一步 那除此之外 我們今年也設立了一些special program 包括就是大家可能會發現 我們今年有比較多英文議題的主題 那我們就是鼓勵說 就是這些講者 我們雖然現在在疫情期間 沒辦法很順利的國際交流 但是我們還是鼓勵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大會內能力許可的話 我們可以有一些更多元語言的主題 讓更多的可能不懂中文的外籍人士也可以參與 那此外我們也透過first time program 我們大概讓差不多20位的新獎者 去加入我們今年的Coast Cup 那我們希望說每年可以透過這樣的機制 讓這些獎者從Coast Cup去做一個他們的出發點 那之後他們可以在包括台灣其他的開源社群 其他會議甚至國際上 可以去發揮他更大的影響力去發表他的 跟開源的一些經驗分享 那議程組就先分享怎樣 那我們接下來請贊助組 立志 欸 行銷嗎 對 然後我們現在除了一般議程以外 我還有一頁就是我們其實 有在想要對整稿系統以及數據分析 增一些人才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們聯絡 謝謝 那接下來是行銷嗎 好 大家好 我們是行銷組的燕子 那其實事隔多年啊 這已經得了有幾年沒有當組長 而今年重新當組長 那因為其實去年啊 我們其實行銷組今年的本來打算是 完全沿用去年的設計 可是後來我們原本就從前行銷組長中 拿下這個接棒的時候 他剛才跟我說我們直接把你們 因為去年沒有辦過實體吧 所以就直接把去年的視覺直接拿來用 結果後來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沒辦法直接用的原因 是大家有看到就畫面中 如果你看到去年的視覺其實有個很重要 是因為去年是跟Ruby合辦 所以說裡面有紅寶石 我們必須把全部的紅寶石給棄掉 然後變成是今年的就是 Kubernetes的這個剁的形狀 所以我們變成說 就變成花時間呢 要重新把一個一個剁呢 重新去改形狀 那改完形狀之後 我們想說好像不滿意 就是說我們的設計師 我們設計師我們的副組長尼瑪 他就想說 改完形狀了 那今年今年鼓勵大家走出來 所以我們今年呢 大家有看到 今年如果有看組織 有各種出去外面的樣貌 有就是坑坑下延到天邊的海邊 也有就是一些綠翼的一些東西 也有熱氣球這些東西 也是鼓勵大家 期待我們今年呢 可以帶大家一起走出來 趕快出來走走 因為我們其實今年在2月開 我們組長會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目標 就是管他疫情接下來怎樣 我們都希望能夠當跟實體 跟他見面 所以視覺呢是這樣的 一路從去年呢 本來我們打算是 用最少最少的Ever 然後呢直接套用 殊不知我們還花了非常多時間 去調出今年的視覺 我們給我們在遙遠的遠方 還在目前賣東西的副組長 給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好 那今年的行銷組呢 如同剛剛說的 我本來以為呢 重新接副組長 重新接組長這件事情 覺得事情應該會非常的容力 結果殊不知呢 疫情其實打破了非常多 我們過去原本習慣了非常多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這一組的工作方法 被迫我們使用番茄醬工作法 非常順利的 我們還好 這個在最後死線之前 也讓大家 所有一切都非常順利的過去了 我們後來其實到了最後幾 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才說什麼時間全都過去了 所以殊不知真的要辦實體了 好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最怕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 其實所有東西都漲價了 其實 很難讓大家想像 其實就是 對於我們過去呢 所辦實體場地的一些想像 其實都已經斷線了 因為過去我們常常所做的一些實體場地的一些東西 或供應山 甚至都停產了 所以 然後我本來想說 今年當我的 當一個 新的一個組長 重新當組長 可以好好的帶我的副組長 可以成為新的組長 殊不知有一種 像我自己也重新認識 怎麼辦一個實體Coast Hub的感覺 那 也分享一下大家一些數據 就是 如果看到我們女生 身上所穿的這件T恤 大概是漲價 漲了兩倍吧 那 大家在會場上 有看到非常多 非常可愛的點心旗嗎 那這點心旗 大概是漲了過往的一個 三倍的一個價格 所以其實 就我們來說 其實也是 重新認識了這個 怎麼去辦一個實體研討會這件事情 那大家 在我們新的行銷組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玩我們的 就是大地遊戲吧 今天我們大地遊戲 我們其實整合了就是 因為過去我們有非常多 各種不同複雜的兌換規則 比方說有獎者 有來自各種不同地方的一些 相過可能去年的累積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點數 那 我們今年其實期待 就是說 今年我們在定目標 想說希望我們可以簡化這樣一個機制 所以我們今年提出的就是 我們用一點換一元 用購物件的方式 來幫助大家 讓大家來換東西的時候 是更簡單 就是來我們現場 你也有更大的自由度 你可以用這個自由機去換 自由去換 自己想要換的一些東西 那同時 因為我們有看到 有所謂的自公平台這個東西 因為自公平台 其實這個平台 我覺得是行銷組 很多年前曾經有過的夢想 是希望說 我們每做一些小動作 都可能是大地遊戲的一些動作 之前跟行銷 以前跟贊助組曾經 甚至我們希望說 他可能是 按贊助商的哪個廣告 這是我們的許願 那時候希望按哪個廣告 可能搞不好他也有 就是對應的一些 就是完成的時候的 有一些點數 那也感謝這自公系統 某種程度 整合了我們這些相關的夢想 所以就是 像今年其實我們也非常多自公 大家看到我們 行銷組這次也開了蠻多一些 特殊的一些自公 當然 年會結束 也鼓勵大家也是可以去 當一下這些小記者的自公 把你的一些所學 以及所看到的一些東西 跟我們做一些分享 好 那分享一些數據好了 到剛剛 因為我們簡報 總不會是做到最後一課 就是3點25分的時候 名額是65000元 那我們的來課數是247人 我們課單加到265人 其實我們有觀察到 其實今年度 我們改了這個制度之後 其實蠻多人 大家很願意就是 有了點數 所以被迫來這邊 跟我們做帶貨 那我們開圓巔峰挑戰賽 大家不要小看 開圓巔峰挑戰賽 用點數之後 我們就發現其實有些人 真的是很熱衷於我們的整個這樣的一個大地遊戲 我們第一名是我們的940點 我們給他拍手 好 那大家問候奇他怎麼做到940點 他就是所有大地遊戲都跑完了 那當然他也是去年 同時是講者 同時也是去年也有把去年的大地遊戲跑完 就等於是所有可以玩的東西都玩完了 那我們第二名是我們的650點 那第三名是我們605點 那也有看到就是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整合狀態下 其實大家在我們的現場之中 你可以成員我們就是一起跟協助我們的一份子 同時你也可以是 就是跟各商商去互動的一些人 那接下來的行銷組 我們接下來會做的一些事情 也首先就是大家有看到 在我們最後一個半月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發現其實 心裡有的社群管道越來越有限了 所以我們也成立我們的IG 大家可以甚至在我一邊在講的同時一邊掃一下 那當然開了IG之後我們就發現 其實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的 非常大的一個坑 因為它真的就是要持續的不斷的發一些 很持續的一些動態 那接下來我們在8月19跟8月20的時候 我們行銷組這邊也會帶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 就是去我們HECON2022去擺攤 那歡迎大家可以掃嗎 QR Code成員我們 就是接下來擺攤的這樣一個志工 那當然第三個部分就是 我們相信其實在整個 我們也是這一次我們透過過我們的志工系統 因為我們其實這一次透過這樣的一個志工 我們也遇到了非常多潛在的一些 可能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的一些夥伴 那我們期待有更多行銷或設計相關夥伴 可以來加入我們 那今天剛中午的時候 我們的總召來跟我許一個願 他希望可以重新把我們的娃娃做成立體的 就是小桌娃娃 會變成我們實體的一個小桌娃娃 那如果有興趣做這樣的娃娃呢 也可以來找我們 好 非常謝謝大家 我以為燕子會幫我按 好 他沒有refresh 所以算了 沒關係 我前面先稍微講一下就是 我是贊助組荔枝也是可以叫我Candy 那我不是今年的組長 組長是我們海靖 那海靖他因為家裡有事情 所以這三天從我們的前夜派對一直到現在 他人沒辦法出席 但是他從前一個禮拜 岳海靖他是自己接案的 所以他有很多時間小偷可以幫我們做 各式大量的事情 然後幫我們在後面處理好 讓我們在這三天能夠非常快速 而且無礙的進行 那這邊先講一下我們有一些全新的改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的官網 在贊助商募集上面 我們有出現了贊助商這個 徵求的金額 從今年以前 所有的贊助企劃書都是隱藏版 你必須要寫信來 或者是轉記 你才會看得到每一個等級的金額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我想了很久 其實我也不是很確定做 因為前面的錢被傳承下來 我們就這樣繼續做 那做到直到我覺得 其實我是前面幾屆的組長 然後也是有點不堪負荷了 那海靖就說 不然我們就公開吧 好我們就公開 因為真的沒有那個力氣 再一封一封信去跟贊助商回 那把它公開有個好處就是 贊助商看到之後 先看到的價錢 再來問細節 總比來問了信之後 拿到那個金額一陣尷尬 然後就沒有聲音了 對這個是有發聲的 Anyway總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好的 然後我現在來進行live demo 這不是我寫的 這是我們許願來的 這個是 戰術確認性文案產生器 什麼叫做文案產生器呢 就是 當我們我們有五個 五六個 五個等級 太金鑽石 黃金 青銅 黃金白銀青銅 好朋友 對 每一個等級的benefit 其實都不一樣 那 當贊助商回覆我們說 我們要確定贊助了 我們會回覆一個確認贊助性 那會根據贊助等級不同 我們裡面的方案內容也會不同 所以這個在座的那個前輩Ernest 應該知道這件事情 這是多麼的suffer 那我們來demo一下 好 假設我隨便填一個 Cost Cup 然後隨便選一個 戰士級好了 隨便選一個100 好 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資訊都還在 那 差別在於下面這一段 最重點囉 是這一段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 廣告等 廣告的頁面 然後還有 部落格文章 但是如果 我們換成了 好朋友等級 你會發現 這裡的benefit 完全不一樣了 這些東西 在我們在人工製作的時候 如果一不小心 我們就會被贊助商發現 是copy paste 對 這真的超尷尬 就是你前面講的是 我們要對應的贊助商 然後就到最後發現 欸 是前一個 忘記改了 所以這東西是造成 我們大家困擾 我們非常感謝求余 幫我們寫了這個產生器 然後我要怎麼回覆前面那個 是這個嗎 好 然後我要再按什麼 F11嗎 好 對 好 好 我們今年也做了 跟整個團隊一起做了 短網址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 提前前一個 將贊助商資訊統一上架 你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這是2021年 請看一下這個 左下角這個東西 根據以往的經驗 前輩傳承我們的 錢收到了 贊助商logo才能上架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會在這邊寫 確認收到款項後執行 所以造成了一個 什麼可怕的事情呢 來我們往右邊看這個 這個是去年的 L贊助商 雖然你們網頁都看得到 我還是馬賽克一下 對然後 他們因為財務出款的狀況 他們可能到會後才能給我們錢 但是我們那時候開放到 大會前一個禮拜 全部統一上 然後結果你看這個 才不能讀的數字 當我們在製作 會後報告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贊助商 非常注重 這個數字的review 所以其實是 難看到的一個極點 於是說我們今年就決定 提前將贊助商資訊 統一上架到網頁上 成效就是 雖然說它還是不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們覺得 比以前來說已經是好很多 非常好 那我做的比較是 這個是今年的泰晶級 那L贊助商是去年的泰晶級 我是用這樣來做比較的 好 然後我們今年也做了贊助商 真材時段 這是第一次首發 所以一開始在Kiggo Meeting的時候 並沒有跟議程組這邊think好 那所以我們開始的時間 其實其他軌的議程都還在進行 也就是說 昨天的那場 其實非常的 非常 非常的冷 對好我要快點 好我看到了 對 好接下來 我們全新的改變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在 網頁在更新的時候 贊助組其實有80%是麻瓜 我們不會改程式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找了一個這個左圖 右下角的這位工程師 請他們幫我們做所有即時的更新 包含說我們只要改了什麼東西 馬上推 馬上 馬上改 所以這是我們最 最全新的改變 那今年有什麼數字呢 感謝這些贊助商 有這些 等一下 總商們應該會再講一遍 好 那再講一個很有趣的數字 1146這個是我們的組長 幫我們統計出來 我們經手的信件有這麼多封 每一封都是我們 手敲的 好然後還有一些 不知道怎麼解決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不知道怎麼解決啦 就是 還是可以解決 那只是說我們還會再 持續進行 就是 攤位會不知道怎麼擺攤啦 然後還有我們的信件怎麼優化 那場地方的一些問題 然後 真材時段怎麼樣增加觀眾人數 然後還有 網頁上的各種點擊 求各位打開網頁 求各位 求 就是那個廣告用力點 贊助商官網用力點 拜託 對 好好好 那我這邊就講完了 然後謝謝所有的夥伴 被我們贊助族 摧殘 謝謝 喂 嗨 就是我是IU 今年的資訊組長 好我們主要就來忙 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官網 好我們官網其實就是一個 傳承了好幾年 用View3加Vit 加VitSSG 產生的一個官網 好總共大概有 近半年大概有27萬的訪問次數 如果你對大型的 做大型的靜態網頁有興趣 都可以來就是幫我們這樣子 好今天最大的改變應該是 議程的網頁新增了一個 就是是哪個社群舉辦的 好按下去會到那個社群 我們希望鼓勵大家就是多多了解 這些議程是有哪些社群舉辦的 好好去參加那些社群的活動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最大的改變就是出現了一個叫 參與者大調查的東西 想要學習Stake Overflow 然後就是 我們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東西做的 就是我們寫了一個靜態頁 部署在Github page上 然後原本是直接打Google MVP script 它會把你的結果存在Google sheet裡面 所以它就是我們的後段就只是一個試算表 然後呢它會在同時去寄電子包系統 在跟OPAS server拿註冊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有些隱私套件會直接講Google Apps script的domain 所以前面再多了一個 Cloudfair Worker 做proxy 就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所有code都是開源的 畢竟這是開源的conference 所以呢只要下面的網址 就可以看到我們所有的code 好 然後我們這個 vipo現在有1600人次的填寫 然後它的結果呢 只要少這個QRcode 然後用這個網址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結果 就是歡迎有興趣的人都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同時還有在處理一個叫OPAS的APP 然後它是另外一群人 就是有興趣的人幫好幾個conference 一起做了一個APP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功能 包含報導啊 議程啊 遊戲啊 之類的功能 然後我們就是有用到各式各樣的寄線素 技術線 對 如果你對 如果你對就是做一個真的有用的東西 有人用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幫忙我們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如果你看到缺少了什麼功能 我們都歡迎你來發PR 就是 這裡有兩個可以貢獻的QRcode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現在掃一下 好 我們現在尤其缺前端 就是歡迎各位前端踴躍加入幫忙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今年第一年當組長 也是第一次站上這個台子 我覺得我需要切來的太亮照 好 好 我放在這邊 好 好 記錄組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嘛 我們就拿相機 然後再拍拍拍拍拍 然後再閃你眼睛 不是我是說 呃 在拍出精美的影片 所以呢 今天 今年我們其實有點結局 我們有13位 主員會下場拍攝 不保安我 然後兩天呢 產生了165GB 8張電子垃圾的照片 OK 好 看來他是覺得 看來他是不同意我說電子垃圾 因為我們的照片非常精美 絕對把你拍得漂亮漂亮的 所以 歡迎 歡迎你未來來報名獎者 那我們就會有 非常漂亮的照片 或是 喔喔喔喔 他開始彩出來 喔 圖片太大了 或是 我們今年有形象照 未來你開始 未來如果你 投OSCV Pass的時候 我們 也許 未來還有形象照可以讓你拍 你就可以來 呃 拍出精美的照片 讓你的大頭貼 OK 那 既然是資訊 既然是資訊的 研討會 那我們當然 不能只做 攝影的事 我們還是要多一點資訊的事 那 因為我們 我們有排班 那我們每年呢 都會有 班表 今年呢 大家知道我們 Costcoff有成果嗎 好 其實 大概二十鬼 對 大概二十鬼 OK 那 對不起 二十鬼 然後 我們 我們 排班的時候呢 很重要 因為每一場一程都非常重要 所以 如果我要把二十鬼 全部都貼在班表上 讓大家知道的話 是非常困難 所以 我們做什麼 跟資訊結合的事情 我們跟 我們跟資訊組一樣 也用App Scripts 然後去把我們的班表 用 用程式去抓進我們的班表裡面 然後 讓它印出 讓我可以不用一筆一筆 手中貼上 那大家就可以得到這張 非常完美的班表 OK 但是 謝謝大家 但是 我是一個懶惰的工程師 因為我棄了一個坑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Beacon 這是Beacon 因為 因為我們 我們今年是採分區 然後人又少 所以我們 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不知道說 這個人是誰 OK 我們拍完照片之後 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所以 我棄了一個坑 就是我們想要做Beacon 然後 貼在每間教室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進入主演 哪時候進入哪間教室 這樣我們就可以 知道 這張照片是誰了 OK 但是 我棄了 因為我是一個懶惰的工程 所以 如果你 如果你想要進來 沒問題 我們歡迎你 好 下一支 不好意思 財務主 我的相機 這個相機蠻貴的啦 這財務主真的賠不起啊 就是今年 財務主是負責業務系 跟大家說近也不近 說遠不遠 就是 寄上出納和銷跟出年度財務報告 就是 錢由贊助主大家進來 就是大會來使用 那當然就是發費嘛 像今年 就剛剛行銷主提到說 這個預算就是一直在就是漲 一直在漲 就是預算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所以也感謝求於 一直在幫大家審核 大家就是超出來的 預算部分 這樣子 那財務的部分 往年都是可能 每個組長使用方式不一樣 例如是用 Google表單啊 試算表方式來 來進入這個大家的出款啊 還有就是和銷部分 那今年的話就是 我們也一起使用了 行政組開發的這個 志工系統來進行 就是經費申請的部分 那也感謝就是去年的組長 開了這個坑 然後就跑掉了 所以我就必須接這個坑 來繼續做下去 那我們就延續了 去年財務組的一些基礎 那畢竟前面的組長是 比較資訊背景的 所以我就是 我這個不是資訊 也不是財務 但是一個很奇怪的數學系 就來改良這個修正部分 那我們也是先出了一板 先讓大家來使用 然後就是 邊使用邊找問題 然後時序來改良 於是呢 因為還在一些 就是有一些BUG部分 所以我們還需要就是請 就是邀請大家 如果對於財務系統 寫資訊相關有興趣 那有細心 那核對資料有BUG啊 之類有興趣的話 但你不需要有財務背景 那我希望是有一些財務知識 那也會寫 扣的人來一起進來 協助這樣子 就是幫行政組 一起把這個 預算系統部分 就是做得更好這樣子 讓後面的人可以 就是更心中可以 就是通通在這個企業上面 來做審核結束這樣子 那我也持續來 就是招募新的財務組員 那讓後面會有 就是不用我這麼辛苦 就是持續一直待了 這樣兩三四年可怕這樣子 那講關東西是投入 財務算是比較長期的組別 就是不會像是 就是產物組可能只有一兩天 結束就沒了 財務組是從前面試險 就是盲大家的出的 請款部分 後面就在做核銷部分 以及年度報告部分這樣子 那在這裡的話 可以取得一些 就是合法單區的格式啊 報告流程這樣子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來 投就是財務組之後 可能這樣子 那下一個是 產物組 嗨大家我是 產物組的羅南 但其實我不是組長 我的組長小輩在台下 他害羞不敢講話 所以由我來介紹 產物組 那產物組是 所有工作人員 自公裡面最多人的組別 來到66人 大約是將近一半的比例 那我們最主要的工作 呃 再向下面這邊寫的 那有一個是報道股 報道股是幫助大家報道 那就是各位看到在 TR、ZRB、一樓報告台 幫助大家發背景 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平均每日 幫1500人次報道 所以兩日大約3000人次 那還有一件事情 是最近兩年才出現的 防疫措施 比如說消毒啊 或是在比如說2020年 有幫大家做量體溫 或是健康聲明書 一些動作 都是由產物組負責 那還有一個東西是 物資運送 就是因為我們在現場 很多的物資 比如說 這個東西 那個東西都是物資 那有 要做物資的運送 跟倉儲 那我們今年大約有50箱的物資 從倉儲運送過來 那還有一部分是場地規劃 就是會議廳的規劃 或是佈置動線的規劃 這些都是產物組負責 那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機動小節定 就是可能各位在會議廳外面 看到的工作人員 基本上都是機動組 那他會非常惡性的 幫各位解答問題 那這是我們機動 屬於機動股的工作 好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場步場側 大家在做瑜伽 或是冥想 或是在按摩 可以看到教室有那麼空 是因為我們把教室的椅子 全部移到了一個 黑洞教室裡面 有好幾間黑洞教室 然後我們的志工們 現在正在那邊 把這些桌椅 從黑洞拖出來 到原本的教室 所以他們很辛苦 就是做體力活 對 好 那還有一部分是零食 零食是我覺得 大家應該很喜歡的部分 我們的零食有這麼多箱 其實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幾箱 但應該花了不少錢 希望大家都有吃飽 對 好 那接下來是直播組 好 我是直播組的裕痕 對 那我們這一次 我們今年是第一次 在RB跟AU做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跟後面的鏡頭 揮揮手 對 然後 然後我們的工作呢 今天我是來招工人的 因為我們的組員實在太少了 而且 會這些東西的 會這些東西的人 真的是很少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年幹了什麼好事 對 那我們有畫面的魔法精靈 就是做到後面的導播 對 那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 如果你是 因為像我們的導播 還有什麼 基本上都是新手 所以我們都會從頭交到齊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就是如果呢 你不想一個一個看 好 那個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一個 每一個議程都跑去看的話 你可以加入直播主 我們這邊有現場的畫面 一次讓你全部 對 好 然後 當然啦還是 這個工作還是要去排除狀況 對 那接下來他就要去負責去排除狀況 對 像因為這一次的AP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圖傳就出了一點問題 然後 也一直修復到 修復到昨天才把它完成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你加入直播主 你就可以成為時間的管理大師 讓我們的每一個議程 在 在一個時間段能夠把它完成這樣 那如果你對直播主有興趣的話 就 到時候在工人的平台去申請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上面各位組長們的分享 有沒有發現 其實Cortel的籌備很精彩 大家都是工程書出身的 然後大家在 解決問題就是 我們來幹一個系統吧 對 然後就來用一個系統自己解決問題 然後當然也是各種的 符合開源精神 我們就是release early,release often 看到有什麼事情 可以試試看 我們先 我們先試試看嘛 看看結果如何 就像今天這一場 其實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好像是個不錯的idea 或許可以找到一些 一些有 對Cortel的籌備有興趣的夥伴 或者願意加入Cortel的籌備 然後或是你覺得某些系統 在你的精手過程當中 你就覺得這體驗起來很不順暢 很不流暢 你覺得可以怎麼改 歡迎來告訴我們 然後加入我們 一起讓這整個Cortel辦得更好 好 那有任何問題嗎 任何你想問奇怪的問題 然後任何組別的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現在發問 有嗎 我等個三秒鐘 我是覺得以台灣人的個性 應該是不太會有啦 好 欸有 有東西要問嗎 廠物組還在忙嗎 廠物組還在忙嗎 是應該還在測場 各位在這裡的時候 TR應該還在測場 好給廠物組員鼓勵一下 對 好那因為過去我們真的都只是在閉幕 很快速的在短時間閉幕的時候 告訴大家這些東西 可是其實籌備的過程是很精彩的 那總之如果想要加入我們的話 請上volunteer.coastcorp.org 都會有相關的資訊 對請到志工服務平台 都會有相關的資訊 都可以去follow up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回顧一下 2021的精彩狀況 大家好 那個我其實是去年的製播組組長 我是迪昂 那我今天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去年到底 coastcorp突然要改成線上的 我們到底是怎麼做的 OK 那先跟大家做個介紹一下 我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叫我大眼 那我其實長年都有在 不同的conference 當志工或是參加者 對 然後其實今年大家都是 就是來現場 但去年因為某一些原因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現場 那我們也是想辦法弄出了 就是Gatertown的 就是Gatertown的社群聚會 以及線上議程的直播 對 那三級警戒的時候 它其實是非常嚴格的 就是它有講說 是禁止室內五人以上的群聚 以及室外十人以上的群聚 也就是說 我們想要做實體的直播間 可能都沒辦法 對 所以我們只有在75天的情況下 必須要想盡辦法 75天的時間內 想盡辦法把CodeCodeCode整個搬到線上 那 其實我的部分不是做Gatertown這一塊 所以我今天是跟大家介紹 我們是怎麼把議程就是變成線上議程 對 而且是在大家都在家裡的情況下 對 因為我們去年總共有14軌 然後就是連續兩天 然後有248位講師 以及212場Toast 而且所有的人 包含志工 包含講師 包含會眾 全部都在家裡 那我們要想盡辦法 讓他可以Live 就是做一個Live Fashion 對 那我其實 那個時候我有在思考 到底要做就是全Live的 或是大家就是看Record 對 那大家經過好幾個月 那兩個月的每個禮拜都有在開會 然後最後決定就是走 GoLive with Record的部分 對 那我們使用的工具叫做StreamYard StreamYard它是一個線上直播間 那它可以就是 同時就是幫你投放你的視訊到Facebook 或是LinkedIn 或是YouTube這一些 那我們這次主要是用它的YouTube功能 那它也可以讓User很簡單的 就可以把那個video file 直接Stream到YouTube上面 那它最 它有一個basic package 就是一個月只要20塊美金 那同時它最多可以支援10個 就是10個使用者 10個參與者一起在螢幕上面出現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辦的是 可能是panel discussion這些 其實都也可以支援到這些功能 對 那StreamYard它的特色是說 它登錄的時候 你只要用email去註冊之後 登錄的時候它會給你一個 就是它的 它給你一個登錄碼 你只要用這個登錄碼 你就可以登錄它的那個帳號 所以其實它等於是可以支援 它是可以支援一個帳號多個人登錄 它是可以支援一個帳號多個人登錄 那我們為了避免就是直播演講的品質 受到不穩定的無線網路 講師他們在家裡嘛 你不確定它的網路環境 所以我們為了避免它受到這些 無線網路環境的干擾 所以我們請各位講師提早 繳繳他們的預錄議程影片 然後再請擁有穩定的有線網路的志工 去播它的議程 對 那活動當天其實流程會是 比較像是 我們邀請講師上宣押做線上開場 然後在中間它開場完之後 我們就播那個 預錄的影片 對 預錄的議程影片 對 然後最後結束的時候 再讓它上場去問 就是 重新上場去問大家的QA 對 這樣子就可以避免就是 它最需要講的那一塊 就是議程那一塊 然後被無線網路干擾 對 如果是開場跟QA的話 那也還好 對 那 呃 這部分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 呃 導播會在一開始去做 確認就是Live的狀況 然後之後 再請 就是請講師他們去做開場 然後播影片 然後做QA 對 OK 然後這個是 實際亞的操作畫面 實際亞的操作畫面就是 上面這個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直播的 呃 直播的畫面 然後下面這一塊就是導播的 工作區 他們可以很簡單的去切這一些就是 呃 就是你要哪一樣的版型啊 然後右邊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聊天室的訊息 所以如果有人有問題的話 其實講師是可以立刻就是 開他的麥克風 然後我們讓他上去講解 對 OK 然後這是實際在播那個 一層影片的樣子 他就直接把那個影片丟上去投放 對 然後也可以去控制他要播哪一段 對 那其實剛剛講的這一套呢 就是 呃 GDG台灣的那個社群 他們其實也有都在用 但CodeCup 因為我們有比較大的 呃 比較多的議程 所以我是 我們就是嘗試了使用 mailgroup做為他的那個註冊信箱 然後 呃 我們註冊14個宣押帳號 然後每一個宣押帳號 就等於是一個直播 直播的直播鍵的意思 就是一個議題 就像現在這個議題 對 然後多個宣押帳號可以投放到 同一個YouTubeCodeCup的channel 然後我們讓兩個 就是至少兩個 確定有有線網路的導播 去加入那個mailgroup 然後去做議程的投放 那我有說 這邊的這個備員機制 為什麼是真的有用到呢 因為去年的Day1的時候 有一組導播他們在台中 然後遇到大 大爆雷雨 然後他的網路就突然就完全斷掉了 那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 就是去投那個議程影片 然後還好我們的二號導播 就立刻把他的 那個影片再放上去 所以其實 會這種可能感覺不出來 中間其實有斷過 對 可能只是以為是網路不穩 對 然後 最後我們會用那個YouTube Studio 它背後的那個剪輯精彩片段來做 對 然後這邊就是 我們其實有開那個Stream 我們有開Discord 去做線上的討論 然後右邊這個就是大家 也有看到就是直播的樣子 對我一次可以看四個直播 看有沒有正常進行 對 然後這是剪輯的時候 我們也有去做就是 初剪時間跟 初剪的結束時間跟 起始時間的紀錄 這樣子才可以方便做剪輯的時候 能夠快速的 產出影片 對 然後我們去年最後其實 最後我們有去看那個數據 我們大概累積了兩萬四千個觀看次數 但是兩天之內 其實以直播來說並沒有很好 但我認為 能夠讓大家還是參與到CostCup的議程 已經算是還不錯的成績了 OK 然後 所以最後這個挑戰是 14天連續 14軌然後連續兩天 然後248個speaker跟 212場toast 然後大家全部都在家 其實我們有成功的達成了 OK 然後最後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去年所有的網友們的幫助 對讓我們大家還是有CostCup可以參加 謝謝大家 好 對 2021的CostCup就是這麼來的 那總之 join us 就是volunteer.costcup.org 到現在都還可以 還可以 加入我們 現在馬上註冊帳號 你就會收到明年的任何通知 那我們有請Lighting Talk的 需要處理的趕快 那接下來就 時間交給Lighting Talk的主持人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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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